随着美国强化制裁伊朗的力道 逼迫伊朗谈判放弃核武 中东局势也变得更加拨绝云轨 继上个月有四艘船只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海被攻击之后 13号又有两艘邮轮越习 其中一艘是中游乘租的邮轮 案发之后 美国立即指控伊朗是幕后黑手 但美方提出的证据跟日本业者说法矛盾 使得攻击者是谁陷入罗生门 而美伊关系则是更加紧绷 这次在阿曼湾预习的两艘邮轮 分别属于挪威和日本公司 地点靠近伊朗南侧的国际能源运输干道 荷莫兹海峡 由于全球每天约有6000万桶石油制品行进阿曼湾 其中约三分之一必须通过荷莫兹海峡 攻击消息一出 油价文讯上扬 在传出邮轮预习之后 美军中央司令部立即发布影片指出 日本公司的邮轮船上曾有喂爆水雷 伊朗后来派出精英伊斯兰革命卫队 把水雷移除 似乎是在湮灭涉案证据 这个说法也呼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稍早的指控 不过除了伊朗否认美国的指控 预习的日本邮轮业者也引述船员说法表示 邮轮是遭到从上方飞来的物体攻击 似乎不是水雷、雨雷袭击的结果 除了13号的攻击事件 美国也指控伊朗是5月份阿林外海四艘船只预习的幕后黑手 就在日本邮轮遇袭的同时 作为美国紧密盟友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正在德黑兰访问 试图担任美伊之间的调停人 但在最新邮轮攻击事件之后 美伊两国的紧张关系难有缓解的迹象 杨广编译杨昭报导